欢迎来到Gold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分析师Cecilia Chen 那么瑞银对瑞信的收购交易是触发了瑞信面值大约170亿美元的ATE债券被全额减记 本次ATE价值优先清零是欧洲规模达到2750亿美元的ATE债券市场中最大的一次减记事件 并且打破了我们惯常当中认为的先股后债的损失承担先例 引爆了市场的争议 那么这一做法究竟是否合理呢 什么是ATE债券以及这与我们投资者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看完今天这个视频你将找到答案 首先第一个问题ATE与QQ债是什么 ATE全称额外一级资本债券也可以称为QQ债 这个债券主要是由银行发行的 QQ的英文名是Contingent Convertible Bonds 称为货有可转债或者我们更愿意称它为应急可转债 听到这个应急呢大家就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没错ATE就是在金融危机之后退出的 它的作用呢就是在银行面临破产的时候承担损失 来减轻政府和纳税人的负担 而可转换呢则代表ATE债券在满足一定应急触发条件的时候呢 就可以转换为股权或者被全额减计 这个触发条件呢一般来说是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低于一定的水平 要搞懂银行ATE债券的触发条件 我们先来展示一下银行的资本结构 根据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监管框架巴塞尔协议 银行呢必须保持最低规定数量的核心一级资本 占其风险加权资产的4.5% 总资本比率至少8% 那么为了满足总资本要求 银行获准呢ATE可以占到其风险加权资产的1.5% 二级资本占2%来补充总资本 银行呢承担保护存款的重要角色 这就是银行核心资本比率发挥作用之处 其实我觉得啊大家也不需要想的太复杂 你就想象呢现在有一个漂亮的奶油蛋糕 我们的存款人就是最上面一层的漂亮奶油 那么我们为了保护这个最上面的漂亮奶油 也就是存款人 我们吃这个蛋糕的时候啊 我们就要从下面开始吃 最下面一层呢由于是基底 我们呢对于这个厚度就有一个要求 才能把这整个蛋糕支撑起来 这就是核心资本充足率 我们都知道啊风险与收益对等 ATE债券在资本结构的优先级当中 是低于所有的其他债券的 所以呢它会支付一个更高收益的票息 这个较高收益的背后呢 就是它的损失吸收机制 比如说当瑞幸核心资本充足率 低于规定值7%的时候 ATE债券呢就会触发这个应急条件 转换为股权或者被减济 那看到这里呢 屏幕前的你肯定以为你明白了 那肯定就是瑞幸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太低了 低于7% 但是我告诉大家瑞幸的核心资本充足率 截至2022年底是14.1% 远高于触发门槛的7% 那么为什么核心资本充足率 并没有达到最低要求的门槛 但ATE债券还可以被触发减济呢 原因呢就在于瑞幸的ATE债券 是含有PONV条款的 该条款规定呢 在银行无法继续经营 或需要监管机构出手救助时 就可以触发应急转换 而是否达到PONV呢 则是由该国的监管机构说了算的 也就是说 只要瑞士央行认定 就可以有权力宣布 瑞幸的ATE债券触发应急条款 债券就可以全额减济或者是转股 所以呢不由的说一句 相对于资本充足率的相关规定 缺乏统一判断标准的PONV条款 才是ATE债券持有人面临的最大不确定风险 无独有偶而在2017年的时候 濒临破产的西班牙大众银行被桑坦德银行收购 也发生过ATE减济 当时呢也是由监管机构认定的符合PONV条款 那么按照ATE设计的初衷呢 政府支持ATE债券应急条款触发以后 百分百倍减济来帮助保护存款人的利益 其实也是合理的 但是瑞银的收购使得股东的赔付顺逊高于持债人 才是引发不满的真正关键 还记得我们刚刚在资本结构蛋糕最下面一层的是什么吗 没错就是股权 这就好比呢我们还没吃这个蛋糕的底层 但是第二层呢就被直接切掉了 刚刚提到的西班牙大众银行的收购当中 首先大众银行的股权是被全部核销的 其次呢ATE债券也是先进行了转股再进行了剪计的 而本次在瑞银对瑞幸的收购当中 瑞幸股东每持有22.48的瑞幸股份 就可以换取一股瑞银股份 至少可以获得每股0.7瑞士法郎 而ATE债券投资人所持有的债券价值呢 却被直接完全清零 是这次风波当中唯一没有获得任何补偿的人 事件发生以后啊 市场回头翻看ATE债券的发行文件 发现只有瑞士这两家大行 对ATE债券有类似的表述 其余主要大行的ATE工具呢 都可以在触发事件的时候 转股或者说暂时剪辑 那么瑞幸和瑞银的ATE工具呢 确实可以被永久剪辑 而且啊ATE募集说明当中 只对剪辑条款做出说明 并没有对转股做出说明 也就是说瑞幸ATE债全额剪辑事件 虽然违背常识 但是其实呢是不违反合同的 为什么瑞士监管当局坚持这么做呢 我们相信呢瑞士监管当局 他们的初衷是为了帮助瑞银在收购瑞幸之后 保持更多的核心资本 瑞士的财政部长也进一步表示啊 如果瑞幸没有瑞士政府干预而无序破产 可能导致全球的金融危机 虽然这样做确实很大程度上 是控制了金融风险的外溢 但是瑞幸ATE剪辑的影响 可能会超越这一事件本身 购买瑞幸ATE债券呢 几乎都是大型的资管机构 包括景顺太平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贝莱德等等 瑞幸ATE被清零呢 使得金融风险被直接传导 至更大的金融体系内 带来更大范围的信任危机 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呢 持有的瑞幸ATE债券是最多的 规模呢大概达到8.07亿美元 相关的损失呢 估计可以达到3.4亿美元 其次瑞幸ATE减击呢 对市场信用环境将造成负面影响 未来欧洲高达2750亿美元的ATE债券 必将迎来一次全新的定价 尤其呢就是包含特殊条款 比如说像PONV这些条款的债券 ATE的债券发行呢 有可能会陷入深度的冻结 以往更为依赖于这些ATE债券的小型银行呢 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那么ATE债券与我们的投资又有什么关系呢 东西来说啊 澳大利亚银行呢 是能够应对近期事件 引发的金融市场短期动荡 但是ATE债券发行的更加困难和昂贵呢 也会增加澳大利亚银行的融资成本 从而呢侵蚀澳大利亚银行的收益 如果说投资者手中有澳洲银行的股票 这可能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点 另外呢也提示大家 此次剪辑事件啊 仅仅因为合同细微的差异 就带来如此大的风险 那么这也提醒我们投资者们 在做投资前 应该充分了解产品的风险和特点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不要忘记一键三连点赞 关注下转发 拜拜